除掉魏沙特之后 彼顿心里感到无比的舒坦 他以为新教徒们就此树倒湖森散 苏格兰从此太平无事了 但是法复地区有一群信奉新教的亲英派地主 贵族豪申是魏沙特的追随者 魏沙特之死让他们心如刀脚 义愤填膺 他们秘密筹划 决心干掉彼顿 为民除害 为魏沙特报仇 实职圣安德鲁斯城堡正在维修之中 5月26日 16名新教刺杀队员化装成石匠 混入城堡 夜间 他们轻而易举地干掉了守卫 杀入彼顿的卧室 彼顿大主教正在与他的视线美美地睡觉 忽然有刺客闯进来 吓得他赶紧从床上跳起来 穿着睡衣就要往城堡高处逃窜 可是阶梯把他那宽松的睡衣搬住 这时刺客们一涌而上 将惊恐万壮的彼顿来了一个万简穿身 随后 刺客们将彼顿的尸体挂在他房间的窗户外室中 彼顿大主教被杀的消息 传遍苏格兰各地新教徒欢欣鼓舞 他们闻讯从四处赶来 涌入城堡 在这里 新教徒们成立了苏格兰第一个新教教会 也成立了民兵武装 苏格兰天主教的权力中心 变成了苏格兰新教教会的所在 一些新教的知名人物 陆续前来 其中有约翰沃欧牧师 和法复地区的政治家 亲英派首领 亨利 巴尔纳夫斯 他们成了圣安德鲁斯城堡内新教徒的实际领袖 但是 天主教势力 不会束手就擒 自认失败 天主教在苏格兰的头号人物 堂堂的红衣大主教 竟然被新教暴徒设计暗杀 作为大主教官邸的圣安德鲁斯城堡 竟然被新教暴徒占领 这让苏格兰教会当局和政府都极为光火 摄政王詹姆斯 汉密尔顿 下令苏格兰王家部队围攻城堡 同时命令法复地区的领主 带着火炮从海面进攻 以其夺回城堡 大批政府军围攻城堡 甚至与新教组成的民丁 在城堡内展开地道战 双方互相在岩层内开凿出两条地道 寻机决战 亲英派首领巴尔纳夫斯 派人向英王亨利巴士 请求军事援助 亨利巴士写信给汉密尔顿 要求苏格兰政府军停止对城堡的围攻 汉密尔顿没有理睬 亨利巴士威胁要出兵干预 可是英国援军迟迟 新教民兵只有孤注一掷 破釜沉舟跟政府军作战 他们顽强抵抗 巧妙地利用天然地势地形 与政府军周旋 一次又一次地遏制住了 政府军的强大攻势 双方相持不下 1546年12月18日 双方达成了暂时的休战协定 再说 那天诺克斯眼睁睁看着魏沙特 自愿被捕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作为魏沙特的贴身保镖 他觉得没能尽到职责 回到保镖队之后 他就跟队员们商量 如何营救魏沙特 只是一直苦于没有两侧 没想到不过两个月 比顿就迅速将为沙特处刺 诺克斯等人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他并不知道法复地区的 新教刺杀队的行动计划 也没能参与这次刺杀 事件发生之后 诺克斯拍手称快 他对朋友们说 这正是太棒了 比顿绞杀的魏先生 又到处追杀我们新教的弟兄 此人死有余辜 即便是刺杀队不杀他 我也会寻机斩除比顿 时容许犯罪作恶的人 受到应有的惩罚 1547年4月10日 诺克斯带着三名学生 利用政府军和新教民兵 暂时休战之际 投奔圣安德鲁斯城堡 这座新教的庇护所 加入了这里的教会 诺克斯不久就脱颖而出 成为城堡会众所 主墓的人物 因为无论是带领查经班 还是教导会众 他都能把圣经的真理 讲得透彻入理 深入人心 沃欧牧师和巴尔内夫斯 都分别跟诺克斯约谈 诚心诚意地邀请诺克斯 加入城堡教会的牧师团队 诺克斯却断然拒绝了他们 多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不能出来当传道人 因为我在祷告之中 神对我并没有明确的呼召 任何人都没有权柄 叫我出来承担牧会的事奉 除了神自己 沃欧牧师没有生气 没有气馁 因为在他的祷告中 他是清清楚楚地知道 神拣选了诺克斯 成为城堡教会的牧养者 他尝试着寻找各种机会 来说服诺克斯 某个主日 沃欧在讲道时 讲到基督徒尾身 侍奉神的道理 会众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时他突然指着 坐在会众中的诺克斯 弟兄姐妹 说到每人都要用神的恩赐 来赴侍神这件事 我在这里向大家公开呼吁 请我们的诺弟兄 加入教母团队 用神赐给他的讲道恩赐 和目中恩赐 来是奉会中 是奉神 如果大家同意 请大家用掌声来印证神 对他的护照 大家的目光 齐刷刷地射向诺克斯 请客之间 掌声雷动 响彻城堡 有人高呼 诺克斯 诺克斯 我们可以印证 神叫你出来牧养我们 诺克斯慢慢地站起来 感动得热泪盈眶 但他仍然婉拒 弟兄姐妹们 我诺克斯心中充满感激 但现在我也 确实是诚惶诚恐 因为我需要等待 来自神自己的印证 我笑隐隐地说 诺弟兄 难道我们这个基督的 真教会的全体会中 一致欢呼 不能算是神 对你的呼召的印证 诺克斯脸杖的通红 他抱权怀使大家 这样吧 大家给我几天时间 在这几天时间里 我会专门为这件事情 向神祷告 询问神的旨意 也请大家把这件事情 放在你们每天的祷告当中 七日之后的一个晚上 诺克斯带着学生 到圣安德鲁斯城堡外的教堂 做礼拜 一名天主教的副主教 约翰安南德 在讲道中为天主教辩护 当他说到天主教是基督的心腹时 诺克斯一下从位子上站起来 一指安南德 你胡说八道 请大家看看你们这所谓的教会 自封圣洁公义 可道是牛鬼蛇神 看看你们的主教和修士 散布可耻的迷信 施行路股的欺诈 你们一方面禁止神志人员 和修道士结婚 另一方面主教们 却过着最荒淫的生活 看看你们那个 号称为人师表的 大主教比顿生前的可耻生活 他公然拥有多名的妻妾 密养私生子女 你们还长期担任 并独占诸如书密院官员 民事法庭法官和议会成员等 政府要职 其在苏格兰人民头上 作为作福 你们不引导人民 去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 反而被教售他们去向 无数低等的事物 顶礼膜拜 使徒时代 那个原来信仰纯正的教会 已经被你们引入歧途 便只堕落了 你们再也不是基督的心腹 实在是不折不扣的淫妇 听了诺克斯的施责 安南德 面色尴尬 无地自容 教堂的公众 也对诺克斯惊世骇俗的大胆言论 极为震惊 大多数人友好的邀请诺克斯 在下个主日来教堂讲道 这一次诺克斯爽快地答应了 又过了七日 诺克斯来到圣安德鲁斯教堂 做了他一生中首次的公开讲道 诺克斯在讲道中放胆直言 罗马的教会公然地崇拜偶像 大型鼠灵的淫乱 教会的神智人员和修道士 带头贪图物质享受 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 他们沉闭花天酒地 热衷灯红酒绿 纵情声色全马 他们抛弃了使徒们最纯正的教训 把罗马帝国的异教风俗 和虚伪宗教掺入神的福音 他们玩弄赦罪的把戏 代替圣经中音信称义的教导 他们自诩是基督的代理 却实在是面目可憎的敌基督 当神的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时 他们必要哀而痛哭 他们必受最严厉的审判 他还强调说 只有圣经才是神的话语 不是教会的法规 不是教皇的御令 所有想替天行道者 都是对神主权的谏阅 但以礼书中说 至于那石角 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石王 后来又兴起一王 与先前的不同 他必至福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 至高者的圣民 显然 这个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的人 就是罗马教会的统治者 就是末世的敌基督 他迫害神的选民 勾引神的选民 偏离正道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 行审判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毁坏 灭绝 一直到底 诺克斯的首次公开讲道 聚聚击中天主教的要害 点燃了一般民众的灵 引起他们的极大反响 诺克斯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出处讲道 竟会有如此的大能 他相信这是神的灵 再接着他向苏格兰人民说话 这一次 他也终于相信自己 出来讲道和民众的响应 印证了神对他的呼召 从这时起 他心甘情愿地 正式地担负起了 传道幕会的重任 在圣安德鲁斯讲道期间 诺克斯的传道取得巨大成功 不仅城堡里的人 连镇上的许多居民 也都宣布脱离天主教 公开表白 加入新教阵营 公开参与诺克斯主持的圣餐礼 这种圣餐礼模式 后来也成为苏格兰 长老会实践的样板 沃欧牧师和其他传道人 都欣喜地称赞诺克斯 认为诺克斯不愧是神的吹号手 一些传道人所铲除的 只是罗马天主教的肢解 唯有诺克斯 挖出了罗马天主教的牢底 挖出了罗马天主教的登记 设计划